认识Power BI 下载与安装 当我们要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选择一套适合的工具 Microsoft Power BI 它就是一套可以展现 互动式资料视觉效果 BI 的工具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一套工具软体 当我们去看Power BI 的首页 它在这边的标题是前所未有的商业智慧 简单的说我们是希望把手上现有的数据 经过资料分析数据分析 然后观看到它其中的行为模式 然后这些行为模式可以让我们有进一步的作为 这些行为模式其实就是这些数据所产生出来的资讯 这些资讯会让我们来去加以思考以变成智慧 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过往我们拿到数据的时候 像例如说这就是Event Raw Data 也就是数据 订单的数据 它里面有订单ID 订单日期 然后以及订单的销售的产品是什么 销售额多少 我们把这些资料透过枢纽的观念来去整理成报表 举例来说 我现在可以快速的去制作各年的销售以及利润 这边整理出2013年第一季1月销售额以及利润 然后形成报表 可是这些报表它有什么缺点呢 它的缺点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看完2013年1月2月3月4月5月 然后接下来再看2014年1月2月3月 我们无从去做一些比较 或者是现在看的这些资料 前面看过的资料 通通该忘的也都忘记了 这都是在视觉化报表 我们希望达到的 那Power BI Power BI是什么呢 Power BI 它其实就是把刚刚那些数据变成一张一张的视觉化报表 然后这些视觉化报表呢 它大数据分析的技术就是可以产生联动 然后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探索数据找到行为模式 然后变成彼此之间有共同看到的内容 然后一起来去做讨论分析 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视觉结果的引导 让我们去思考有没有更好的一些作为 甚至拟定成政策 这就是Power BI这套工具的主要目的 假如我们希望把一大堆的数据 然后经由视觉化的技术 变成视觉化报表 然后方便我们去跟别人沟通分析 看到数据里面的行为模式 这就是Power BI所扮演的角色 以上就是Power BI 我们来观看一下 Power BI 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体 那我们如何去进行软体的下载 Power BI怎么找到呢 如何找到Power BI的安装程式 安装到我们的座机或Netbook 我们可以点选Chrome这套浏览器 当然你也可以点选I1 然后接下来在Google搜寻引擎这边 输入Power BI下载 然后点选Google搜寻 接下来呢 第一个就是微软公司的Power BI的官方网站超连结 点下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微软公司 然后接下来呢 它这边就提供了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下载 以及进阶下载选项 我这边要特别交一下 它这里有提供两个不同的按钮 主要是因为说我们的作业系统 有些人的电脑桌机啊或者是Netbook 它是用比较早期的作业系统 甚至它里面的位元数是32位元 也有可能您是最近新买的电脑 但是用不习惯Windows10这个作业系统 你可能想要安装旧式的Windows 例如说Win7作业系统 那这时候很有可能 你的作业系统的位元数在安装的时候 如果您是设定32位元的话 这边我们就要去找到Power BI 32位元的执行程式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电脑 或NB是30位元还是64位元的作业系统呢 那我接下来哦 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电脑是30位元还是64位元 因为这会牵涉到我要选择哪一个Power BI的执行程式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电脑是属于30位元还是64位元 我以我自己的电脑来做说明 我现在所使用的是WindowsX也就是Winds 我们可以用滑鼠右键点选Windows这一个图示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一个系统 点下去用滑鼠左键点下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系统的内容 然后请用卷轴往下卷动一点点 这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这台NB所使用的系统是64位元作业系统 那因为我是使用64位元 那也许哦 你会找到你的Netbook 它是32位元哦 所以这边要稍微记一下 我现在我这一台是64位元 也就是X64型的处理器 那我现在先把它关掉 这样子应该大家会找自己的作业系统 看是30位元还是64位元 那我现在要点选 我如果说我是使用64位元的话 其实就直接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是64位元 而是32位元 那你就一定要点进阶下载选项 好那我现在是模拟 假如说32位元的人 他就必须要点这个进阶下载选项 点选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点选 然后点选 然后您看现在画面都变成繁体中文 垂直卷轴拉下来一点点点 点选这个下载 它就可以直接跳到 看是我们要下载30位元还是64位元 您看一下在这边 PBI desktop X64 所以这个是64位元选项 像我的电脑 我是使用64位元 所以这边我要打勾 以方便等一下下载这个64位元执行程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是使用32位元的话 我就必须要勾这一个选项哦 这一个选项 这边没有显示任何的32或64 这这个就是32位元 所以要勾它 好 那我的natebook 它是64位元的作业系统 所以我现在要在这个地方打勾 然后点选Next Next就是下一步 点选下一步之后呢 那您看在这个地方 它很快的就可以去完成下载 大概约花15秒左右的时间 我就可以下载好 下载好Power BI desktop的安装程式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呢 它会放在这里 首先因为下载下来的这个执行程式 我们下载下来的执行程式 当然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可以点选在最下面这个资料夹 其实它就是档案总管 然后我刚刚做的是软体的下载 所以当然会放在这个下载里 所以在档案总管的左上角 这边有一个下载 您看我这边因为是按照修改日期来做排序 做好排序 所以它当然会放在第一个 因为刚刚下载 然后接下来我要进行软体的安装 如何做软体的安装呢 接下来呢我就要进行Power BI软体的安装咯 记住Power BI软体 我们刚是从网路上下载 下载下来的内容 会放在档案总管这个下载这里 那接下来呢 因为我要进行安装嘛 那安装就快速点两下这个执行档 然后点选执行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安装程式 这边那它是会自动打开一个安装精灵 它会自动打开一个安装精灵 然后点选下一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哦 是合约条款内容的说明 所以建议从上面往下卷动来去看 至少对于产品的使用条约稍有了解 对你未来使用应该是有一些帮助的 好那当然假设我现在限于时间不足一这样子观看 然后接下来我假设看好了 我就点选我接受授权合约中的条款 然后这个地方要打勾 如果您不打勾 您看这边是灰色的 所以记得一定要打勾 然后我们才能进行安装的下一步 所以点选下一步 现在是设定安装在什么环境下 当然我们是安装在程式集里面 叫做Microsoft的Power BI Desktop 这一个资料夹 然后点选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 最后他说需不需要在桌面上建立捷径 我是按照预设不做任何其他的更动 然后就直接点安装 点了安装之后 他就会进行软体的安装 然后他就说 因为他现在要把Power BI 安装到我的那book里面 所以他就问我说 是否要允许这一个应用程式变更我的装置 然后点选是 很快的他就会把所有需要安装的内容 进行自动的安装 大概10秒钟 我这边我就安装好了 安装好他会问我说 是否要直接启动Power BI Desktop 那我们这边我们不关掉的话 直接点完成他就会帮我做第一次的Power BI 启动 那这边我就直接点完成 顺便我也想让各位了解一下 如何不登入 照样可以进入Microsoft Power BI 这套软体 那我就点进去完成按钮 结果他就把我打开Power BI Desktop 打开Power BI Desktop 他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视窗是没有关闭钮的 你按任何按钮他都不会关掉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很有可能会做一件事 就是开始去注册 注册 你看 假设我们输入了First name Last name Email address 等等这些资料之后 下面有一个Done 那我们也可以不登入哦 不去注册 照样可以去使用 怎么使用呢 因为他没有关掉嘛 所以我就暂时只能先告诉他说 我已经有Power BI 我就可以不用注册了 对不对 因为以前我就注册过了 所以现在我可以不用注册 所以我就直接点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入 这个超连结 这边就可以看到XX 这个操作的方式是让我们在不注册 没有账号密码 照样可以去使用Power BI的说明 所以这边我们就直接点选 关闭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进入了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去使用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它会出现Power BI Desktop的起始画面 例如说告诉我们说 第一个动作应该是要如何取得资料 或者是开启旧的 还有这边有一些Power BI的新增功能啊 论坛啊 教学课程 当然在中间啊 中间就是它希望我们进行一个登入的动作 如果我们通通不使用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直接点关闭 因为接下来这些内容 我全部都会在接下来的课程逐一跟各位做 我说明这时候我就点选这个关闭按钮 这样子的话 我就正式的进入到了Power BI的环境 这就是在了解Power BI是什么之后 软体如何取得 以及软体如何安装 甚至第一次进入Power BI 全部都交给各位咯 俩胶改了 的眼睛